大家好,这里是若林故事会的频道 今天要讲的故事内容是 颁奖礼上 未婚妻柳如嫣借着给我颁奖的见习 拉着小鲜肉上台 公开官宣 我看着台上宛若金铜玉宇的两人 我气笑了 好好好 当着我这个未婚夫的面 拉小三蹦大师吧 我转头就让家里听了柳如嫣的所有资源 断了跟他家的一切合作往来 柳如嫣着急了 找我低头认错 我摆摆手 你什么档子 也配跟我说话 金玉兰颁奖礼上 柳如嫣是颁奖嘉宾 而我 是获奖者 我刚要从她的手里接过奖杯 柳如嫣却后退一步 对着话筒说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在此我还有一句话想要说 众人全都安静下来 我站在一旁 看着柳如嫣说出那句 我与一腾成交往半年了 今天 我想借这个舞台对她说 一腾成 表白的事儿 还是我来吧 台下一片掌声 连带着起哄声 此起彼伏 台下一腾成捂着嘴 湿润了眼眶 还是主持人提醒她上去 两人相拥在一起 柳如嫣将奖杯给了一腾成 我在一边紧簇眉头 拿过话筒嬉笑一声 听说柳总家里 已经有未婚夫了 这是公然要一先生当第三者 底下的掌声戛然而止 一腾成顿时愣住了 柳如嫣不愿看着我 都是家里长辈说的玩笑话 都什么年代了 该不会还有人相信 包办婚姻吧 我看着柳如嫣 那张不屑一顾的脸 顿时失笑 那就祝两位百年好喝 早生贵子 我撂下话筒转身离开 奖杯都不要了 我知道 余姬又有的说了 主持人还在台上cue我几波打 你的奖杯 我称她笑笑你的奖杯 我可不觉得柳如嫣这么做 没有得到她的支持 毕竟颁奖典礼是有流程的 她作为主持人 一点控场能力都没有 这个奖杯送她了 让她好好长点记性 我坐在台下 主持人脸色有些难看 接下来说的什么 我都没兴趣 只是掏出手机 迅速将柳如嫣的事告知家里 既然她说是包办婚姻 那大概也不需要我们家帮助了 柳家在京城是三流家族 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家老爷子 跟我爷爷有交情 柳如嫣也绝不可能成为我的未婚妻 想进了我们家给她带来的便利之后 她觉得她行了 可笑 颁奖典礼之后 我跟着经纪人离开 她义愤填膺 这个柳如嫣是故意的吧 她不知道这是直播吗 好好的一次奖项 被她搞砸了 我拍拍她 这不是正好 马上给我营销 我要让柳如嫣跪下来 求我原谅 反正都不要了 我能受她的切 霍兰看着我 惊恶不已 决定了 当然 好嘞 我这就去 霍兰一脸兴奋 她是我表姐 我出道 就是她亲自带我 柳如嫣的底细 她再清楚不过 金玉兰颁奖直播 柳如嫣大放誓爱 一腾成也不遑多让 两人出来之后 就被记者围住了 合体拍照 大有一种幸福全世界的既视感 只是不知道 柳如嫣回去之后 怎么交代 我冷笑着看了她一眼 上车扬长而去 前脚刚到家 后脚柳如嫣 就跟她父母 出现在我家 柳如嫣脸上红肿 身上还绑着金条 这是父亲请罪来了 几博答 今天是如嫣糊涂 都是那个一腾成勾打她 她一时助油蒙了心 你原谅她好不好 一见面 柳如嫣母亲王晴云 就拉着我的手 将所有责任 都推到一腾成身上 我觉得好笑 柳如嫣又不是三岁小孩 难道一腾成勾勾手指头 她就能如此降致 在金玉兰的颁奖典礼上 公开官宣吗 那可是全网直播 她毁了我的领奖仪式 我笑而不语 只是看着爸妈 我妈开口了 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柳如嫣她跟一腾成 已经交往半年了 在此之前 我们家几博答 跟她可是未婚夫妻 说起来 一腾成是小三 你女儿纵容小三上位 王晴云的脸 阴沉不定 随后看着柳如嫣 故作气愤 死丫头 还不过来道歉 柳如嫣却昂着脖子 我没错 婚姻自由 爱情至上 什么未婚夫妻 那都是老一辈 留下来的封建残余 我不认 爸妈如果你们要逼我的话 我宁愿判出家门 几博答 你也是接受现代教育的 怎么那么老古董 柳如嫣这番话 让王晴云顿时脸虑了 柳如嫣她霸柳谈山 则拍了一下她的脑袋 不轻不重的 你闭嘴不会说话就别说 我妈则皮肉不笑 既然如此的话 那我们两家就此退婚 把信物相互交换一下吧 我爸也点点头 是啊 年轻人 他们有自己的想法 按头配对也是不好 爸妈也是想着 两家认识多年了 柳如嫣不愿意 强扭得瓜不甜 更不想让我放下身段 跟伊藤城强女人 这个不行 就换一个好了 我妈补充道说的是 不过退婚之后 两家就再也没有任何交集了 以后的合作就到此为止吧 这是我们家的底线 爸妈只想尽快解决 免得到时候 再让我卷入三角链 实在晦气 但是这却让王晴云 以为我们家里亏 他立马拿来了退婚信物 看来是随身携带 早就想要退了 我妈仔细检查 确认无误 就把他们家的那块玉环了回去 柳如嫣拿过来以后 揣进了兜里 王晴云还厚着脸皮说 你看这两家虽然退了婚 但是买卖不成仁义在 我看几博达这孩子 十分不错 我把他当儿子疼的 我抽出自己的手 那不敢当 我有自己的亲妈疼爱 而且 我妈一直教我 真正疼爱我的人 不会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王晴云正了正 这这孩子怎么这样说话 我妈冷笑 她就是这脾气 如果换成是我的话 没准就动手了 王晴云一愣 还想多说什么 我爸也下了逐客令 王晴云顿时火大 几家真是好大威风 反正合作也结束了 今后没有必要再见面 你们家门槛高 我们高攀不起 你知道就好 我妈毫不客气 请她出去 她该不会以为 季家就这么点家笛子 合作两次资金流 让她看出 我们家就这么大规模吧 算了 遇上这么个蜀木寸光的 也没必要跟他们多来往 管家将他们请了出去 临走前柳如烟 看着我几拨打你 脾气太差了 要是跟一腾成一样温柔 我也不可能 啪 我抬手给了她一耳光 柳如烟愣住了 王晴云尖叫起来 你敢打我女儿 扎女不该打磨 我不跟你们计较 是我大度 不然 我立马公开刚才的视频 你以为你女儿这段真爱宣言 能维持多久 王晴云顿时掩气息鼓 柳如烟看着我 个狠狠到几拨打 你等着 这个圈子 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 我吃笑一声 并不放在眼里 柳如烟的资源 还是靠我家 她能翻出什么花来 我以为这事就到此结束了 但是没想到 次日一早起来 霍兰就给我打电话 原定的仙侠剧主角 突然被撤了混蛋 全换成一腾成了 这话一说 我当即明白过来 这是柳如烟给她的资源 柳如烟原本是这部剧的投资人 我是通过世戏 才得到的角色 跟导演谈得也挺好的 没想到临到头来 居然被换了 霍兰咬牙切齿 混蛋 我一定不会放过她 非给她撕下这层脸皮来不可 没必要就让她演吧 她的片子 不都是烂片 一腾成黑料太多了 不用我动手 自寻死路 不过 还是有人落井下石 娱乐圈本来就这么多资源 不是你抢我就是我抢你 原本我没当回事 就是可惜了这个 IP 让这家伙毁了 我不在乎 可有人不知死活在 我的雷区上蹦他 剧方官宣 男主换了人 一腾成的粉丝们顿时笑诈了 我们腾成就是厉害 昨天官宣今天资源飞升 腾成仙侠造型 甚是惊艳 隔壁的几博达靠的是什么不就是自己家里面有点钱 某家欺诈了吧 娱乐圈都是现实的 我的粉丝也不甘示弱 立马下场 我们家几博达怎么了 演技差了吗 出道五年作品不少 反观你家 有几个作品 万年不变年于须 一张死人脸 那脸都变了几回了 现在是稳定下来了吗 别演个两年又变了 回头在演员表上才能找到 两家粉丝吵得不可开交 柳如烟的粉丝也不甘示弱 下场来嚼 姐夫就是好 姐夫就是厉害 几博达滚出娱乐圈 几博达那张脸真是没得看 粗糙的不行 乃像姐夫白皙华嫩啊 三家粉丝搅得沸沸扬扬的 不少人跑到我的评论区给我私信 哥哥你都不出来说一声的吗 我看他们为我打抱不平 只是发了一句空档期 休息一段时间在战 粉丝得到我的安慰 暂时熄火 柳如烟却约我见面 之前因为我们两个还有婚约在身 还有些利益重叠 现在他约我见面 正好我也要跟他说清楚 柳如烟看见我时 趾高气扬 将一打资料丢在我的面前 那部万里桃花 你演不了 这个作为补偿 我看了一眼 顿时吃笑 垃圾剧本 十一成成都不要的吧 几博达 这部剧虽然是网剧 但是人设还是不错的 恶毒男配很出劝 只要你演得好 肯定没问题 毕竟和你很配 本色出演 霍兰忍不住了 柳如烟 我看你是脑子有坑 我拦住霍兰对着他 万里桃花 一腾成也别响眼 柳如烟 这部戏原创小说版权买了吗 柳如烟一脸错愕 什么意思 版权我当然有 我警告你 别对一腾成动手 不然我肯定不放过你 则则 各凭本事 从今天开始 我跟你是对家 你敢抢我的资源 给一腾成 我就抢你的项目 看我们谁狠 柳如烟顿时火大 几博答 你别太过分 就凭你 我扭头看着他冷笑 就凭我 柳如烟 你等着 这个IP肯定是我的 抢了我的男主 我让他连这个剧组 都进不去 出了办公室 霍兰问我 你有好的办法 版权你知道上哪买 据说原创作者 到现在都没露面 他们一直都联系不上 之所以 现在爆出来 就是为了逼作者出来 据说网站那边 已经谈好了 没用 谈得再好都没辙 霍兰一脸惊愕 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吗 作者是我姐 怎么可能会卖给别人 他顿时惊呆了 几续言就是轻微 我掏出手机 打了个电话 给我那高产 又脾气古怪的姐姐 几续言从睡梦中 被我吵醒了 语气森然 几博答 如果不是十万火急的事 你打扰我睡觉 老娘嘎了你 脾气还是这么暴躁 我叹了一口气 我退婚了 退了也好 那丫头根本配不上你 可她把万里桃花 那布剧给了伊藤成 小说版权在你手中 什么我很快就要签合同了 这小王八蛋 别签了 直接卖给我 我姐一听顿时笑了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那丫头竟然这么隔应你 我给你就是了 也不知道 我姐用了什么方法 让网站那边松了口 直接官宣版权归于我 霍兰和我另起炉灶 重开一家影视公司 我们自己当老板 一夕之间 万里桃花这个超大IP 立马就活了起来 没想到早上才官宣换了男主 下午这男主 又重新回到我的手里了 我不出演 但是也绝对不会是伊藤成 这一次让柳如烟顿时气急败坏 他给我打电话 吉伯达你用了什么手段 为什么版权会到你的手上 没什么 大概是因为我钱多 谁向你抠搜搜的 你做制作人又是投资人 但你舍得出钱 你那撒瓜俩早的 还想人家原创作者跟你混 你怎么想的 伊藤成也是实惨 跟着你这么个抠搜的铁公鸡 我一顿嘲讽 把他气的话都说不出来 挂上电话之后 直接拉黑了他 随后就在微博上 又加了一句 某人别破防 本人不才 就是有点小钱 这下柳如烟和伊藤成的粉丝们 顿时崩溃了 吉伯达你真不要脸 仗着自己家里有点小钱 就开始抢资源 无良资本 抵制季家 给他开盒 看看几家做什么生意的 我笑了 一边看评论 一边挑着回复 对 说的没错 我就是仗着自己家里有钱 为所欲为 自己当老板 不用给人打工 多爽 不服气 你也只能忍着 有本事说服作者 版权卖你 我们家做鱼竿的 你抵制好了 开玩笑 钓鱼老才不管娱乐圈 我们家的货 他要是抵制 今后就再也买不到 那么好的鱼竿了 我这番话 让粉丝们顿时笑疯了 还是我几个厉害 几个威武 怪不得几个说 他要休息休息 合着 这是飙乐的大的 神他妈休息 两小时就把这场子 抢回来了 昨天的颁奖仪式 可把我给气坏了 人家领奖的是主角 刘表居然拿着奖杯 去跟自己男朋友官宣了 有没有点脸 还有主持人 就一点眼色都没有 怎么控场的 我的粉丝由我撑腰 战斗力很强 一下子就被主办方给图了 金玉兰奖项 也没想到办了这么久 突然出现了一个求爱仪式 主持人更是吓得 连忙在微博上认错 抱歉 没有想到这么突然 所以 本想着 借着这个舞台 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喜讯的 我当时也是傻了眼 也是犯了个小错 他还爱特我 你的奖杯还在哦 还抖机灵 我的粉丝还有路人 立马冲了上去 这是小错 这是几博达从影五年以来的 第一次金玉兰奖项 如此值得纪念的时刻 你竟然让刘表示爱官宣 我一个路人 都觉得主持人不专业 你从业这么多年 就只会摸鱼 遇到突发状况 也只能顺着人家说 由此可见 是真的很差劲 主持人也是业内的一个前辈 因为风评不好 所以备受争议 而现在这次碰上我 他当即就破防 直接对骂起来 我也没有想到 会是这样的结果 这时伊藤诚跳出来 谢谢大家的关注 我真的没事的 希望大家能够更多关注我们的作品 我会努力继续和资本对抗 这话说的 好像我就是十恶不赦的资本 他在我的压榨下 努力突破困境 说的他好像有多立志 瞬间就把 我给打回了原形 说我是万恶的资本家 我都被他给弄笑了 伊藤诚是真的一点都不怕暴雷吗 知道我是资本 还敢跟我对着干 甚至阴阳 怕是有柳如烟在背后给他撑腰吧 不过思来想去 这柳如烟 也不知道 我们家的真实实力 所以才敢有恃无恐 既然如此 那我必须得给他们上一课了 万里桃花版权归我 我开始全网悬角 换掉原来的导演 我邀请了业内著名导演陈赫一 全网关注 陈赫一的加入 更是让这个大IP诱惑了一分 他可是导出不少暴剧的导演 有他在 不会差 虽说有人在背后 讲我是万恶的资本家 但是面对如此大的饼 还是要过来参加的 我这个团队不说最好 但是这个IP就足以让人眼红 我姐为了给我出口气 一连跟我签了三部小说版权 全都是当年大热的小说 排名前三 常年土榜的那种 不少人都跑去他的微博底下发疯 几波达是上辈子救了你的命吗 你把这么多小说 全部都给了他 轻微大大 你要是被威胁了 就换个头像 我姐立马就换成了 我在剧组的剧场 这一下众人都傻了眼 我的粉丝都笑炸了 说说我就说 人家是真爱 某家还不相信 什么样的资本 能让轻微大大主动 把三部小说全部给他 轻微大大高产 手上大概有二十部 有本事 全部都给他 我姐到也没客气 立马在微博上说 他只跟我合作 小说版权陆陆续续都在谈了 所以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 这下 更是让某些小人 看得眼睛都红了 没有想到 我的后台这么硬 技家就真的没有人管了吗 我得好好地看看 他家到底有没有黑料 笑死 黑料 我把当年研制的碳纤维鱼干 可是被国家征用的 这玩意儿 可以保他一辈子 柳家那边 我爸也没闲着 柳如烟一直都在后面蹦跋 还买了不少水军 一股脑地往我头上泼脏水 甚至还说 我跟小说作者之间 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更有甚者抹黑我 说我利用权势 还有金钱绑架原创作者的 看到这些传闻的时候 我都笑了 这帮人不写小说 真可惜了 我爸哥这气愤不已 疯狂收割柳家 我没当回事 但是随着选角的进行 伊藤城第一个 就被我排除在外 柳如烟气愤不已 来公司找我 被保安拦在楼下 他给我打电话 我把他拉黑了 他又联系霍兰 他碍于圈子里的同事情面 接通了电话 你把电话给几波打 我接了以后 就听见他在那说 几波打 你够狠的 你来这么一出 不就是为了让我回头吗 我告诉你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还是愿意 给你一个机会 今天晚上陪你吃顿饭 你让伊藤城进去试个戏 听见他这样说 我不禁笑了起来 你是什么牌子的垃圾袋 这么能装 是什么让你觉得 我是为了引起你的关注 柳如烟还不信 不然你能搞这么大阵势 不就是为了让我回心转意吗 你放心我绝对不会 你放屁 我忍不住爆粗口了 柳如烟 没有我 你的资源也是狗屎 还是回头好好看看你自己吧 我还要提醒你 你那男朋友 也不是那么清白的 为了不让柳家到时候破产 我好心提醒他 没想到柳如烟却觉得 我是在故意咒他 当时就冲我吼几拨打你也太恶心了 我恶心 我刚要说话 他就挂了电话 我代替霍兰 把他也给拉黑了 以后 柳如烟这个人 在我这算是过不去了 可是没想到 到地方试镜的时候 霍兰匆忙忙地走过来 出事了 不知道哪个王八蛋 居然爆出了你的不雅视频 我拿过他的手机 看了一眼不雅视频 我跟柳如烟 虽然是未婚夫妻关系 可是从来没有余局 别说是拍这种不雅床照啊 就连牵手接吻都没有 我平时忙得跟陀螺一样 有空跟人玩这种游戏 我摇摇头 报警 我已经报警了 可是 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棘手 毕竟有这么多人都在关注你 你看我的微博 已经被冲了 无数人涌进来评论 真恶心 没想到几博达平时清清纯的 私下里玩什么话 你赔过多少富婆大佬 版权怕也是跪在地上才得来的吧 各种不堪入目的词 充斥着我的眼球 我正要看下去 一只手伸了出来 将我的手机给抽走了 别看了 都是恶平 这帮人是无脑的 只要报警 剩下的交给法务团队就好了 我是戏时可以认真点吗 看着对面的毛遂自剑 是戏的林木 我不由得愣住了 随后笑了笑 抱歉 我们继续 霍兰看见我们两个顿时愣住了 你们两个真是戏疯子 都这时候了 还有精力试戏 不然呢 剑在弦上不得不发 任何人都不能阻拦 我当老板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干 报了警之后 我让公司法务即刻锁定 把这些传播视频的 还有大量恶评黑子们的 ID全部都记录下来 并且一一起诉 反正我有钱 我也不需要他们赔礼道歉 只需要他们付出代价 这就够了 我在微博上回应 AI换头 有点眼力的人都不会上当的 另外我报警了 这一次 我绝对不会放过随意污蔑我的人 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 不要以为你躲在镜头后面 我就找不到你 现在的技术 比你想象的要发达得多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强硬态度 很多人排着队在我评论区底下道歉 我没有接受 即便你删了 我有办法找到你 躲在键盘后面 肆意侮辱我的样子 真的很丑 可是你排着队 跟我道歉的样子 更丑 如果你不道歉 我还记你是条汉子 可没有想到 你转头就哭唧唧地求我 真是让我不嫌 我的大胆发言 也引来了一些网友的拍手称号 林默在底下给我评论说得对 网报不可取 传播的人根本就是犯罪 这个是要坐牢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林默开了这个口子 圈内人纷纷帮我说话 而此时柳如烟坐不住了 他大概知道了 没有我们家他们柳家在这座城市 不过就是个三流市家而已 在我爸接连拦下了柳家六个项目之后 他们终于来了 我妈直接将他们晾在那里 好半天 王晴云终于忍不住了 亲家 他一开口 我妈就打断了 我跟你说过了 我们家做不成亲家了 你别乱喊 到时候 我儿子还是要娶老婆的 王晴云恬不知耻 哎哟 你看他们也是青梅竹马 找谁不是找 干脆两家并一家吧 说完就让柳如烟过来 柳如烟压根也没动 而我妈她笑了笑说 早说过了 我们两家不要来往的好 今天你有什么事就直说 不用拐弯抹角的 王晴云脸色尴尬 其实我是来道歉的 求求你们高抬贵手 我们家承受不住啊 行 那就让柳如烟自己承认他 与我儿子是未婚夫妻 伊藤城是小三 只有这样我才能够放你一马 顿时柳如烟崩溃了 拒不承认 我不会承认的 我跟伊藤城是真爱 那我就爱莫能助了 我妈怂怂肩 是一管家送客 王晴云不干了 抬起手来 狠狠地抽了柳如烟一耳光 你就是被那野男人 灌了什么迷魂汤 我们家被他害得还不够惨吗 我告诉你 你要是不承认 我就发微博 不行 你这么做 你会永远失去我 这家欺人太甚了 我柳如烟 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我妈笑了笑 送客 他本来就不愿意 跟这些人打交道 奈何王晴云还不死心 每天都在我家门口等着 那天我回来的 稍微迟了一点 正好被他堵上 几博答 王阿姨 我们两家 已经彻底没关系了 你还是不要为难我了 我知道他想要说什么 所以 率先打断他的意图 他的脸色有些难看起来 几博答我知道 是我们家柳如烟对不住你 可是 你千万不要跟他再作对了 好不好 这话说的我不明白 我跟柳如烟同在娱乐圈 大家都是各凭本事 怎么就针对他了 难道你是说 那些污蔑我的事情 是柳如烟做的 他顿时哑口无言了 而我则冷笑败坏我的名声 诋毁我的轻欲 难道我会轻易地放过他 如果是你的裸照 被放到网上 你会饶了他们吗 做人不要抬双标 柳如烟 如果真的是罪魁祸首 我绝对不会妥协 王晴云顿时火大 你这个小伙子 怎么得理不饶人 小心将来娶不到老婆 真是让你失望了 就算我娶不到老婆 我也有钱 只要有钱还愁 没有女人吗 救得不去 心得不来 他被我气了得倒痒 却没办法 毕竟我说的都是事实 我让管家把门好好守着 另外再找两排保镖 只要看到柳家人 就把他们打出去 而警察也很给力 很快就查出来 在背后发不雅照的人 正是伊藤诚 他在直播的时候 被警察带走 一时间 伊藤诚的粉丝都破大房了 纪博达是不是你干的你 居然指挥警察 把我们藤诚带走 你安的什么心 几博达 不要仗着自己是资本 就肆无忌惮欺负人 出来道歉 把我们藤诚怎么了 我真是佩服这些脑残粉 我又不是大人物 只不过是个艺人罢了 现在还想自己 做影视公司的老板 我真的没有那么大的能量 可以指挥警察去抓人 而警方很快就发了通告 证明不雅照 正是伊藤诚所为 而这个消息一出 所有人都惊呆了 我借用律师的口告诉众人 我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也不会和解的 这回伊藤诚急了 才知道我的态度 究竟有多坚决 柳如烟求到我的面前 求你了 你放过他吧 我笑笑看着他 求人要有求人的态度 我妈妈说的那件事情 你必须得照做 可你这样就毁了伊藤诚 他那么做 难道就没有想到 会毁了我妈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们一家 真是一样的双标 你可以慢慢考虑 就看伊藤诚等不等得起了 文言柳如烟顿时害怕起来 知道我是说真的 只能捏紧了拳头 咬牙切齿 你放心 我会做到的 听闻他说话 我点点头 真爱啊 柳如烟突然宣布退圈 并且曝光自己是渣女 我和几伯达是未婚夫妻 伊藤诚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我尚未解除婚约 对此 我对季先生表示抱歉 伤害了他 我也伤害了伊藤诚 在此 我宣布 永久退圈 柳如烟自毁前程 网友们当即炸开了锅 他彻底报了 我的妈 我以为金玉兰奖项 她是无心之师 可没有想到 她是故意的 挑着未婚夫领奖的空档 直接官宣打人家一个措手不及 还口口声声说是真爱 柳表你是真的表 柳表今天没出现 该不会被警察抓起来了吧 今天粉转黑了以后 再也不信爱情了 柳家元气大伤 为了挽回损失 他们很快就卖了别墅 柳如烟的行为导致柳家的产业急转直下 他们投资失败 赔了一大笔钱 也因为退圈声明 导致品牌方 纷纷跟他解约 我虽说签了谅解书 可是伊藤成的人设也崩塌了 小三上尉 还故意诋毁污蔑我 再也没有人跟他合作 谈好的品牌 以及各种代言 纷纷解约找他赔钱 伊藤成以前的黑料 也被爆了出来 他根本就是个冠三 还被袁配当街打过 所以 脸上做过多次整容 柳如烟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追来的真爱 居然是这么不堪 他和伊藤成闹起了分手 两人还被狗仔拍到 当街互殴 我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 顿时觉得好笑 那会儿一口一个真爱 死都不分开 现在好不容易排除万男在一起了 却后悔了 当我的万里桃花IP 已经确定了男女主 即将开机时 柳如烟也出现在了拍摄现场 看见我使他手上 抱着一大捧玫瑰花 几拨答 都是我瞎了眼 之前好像是做了一场梦一样 梦醒来之后 我才发现自己不能没有你 四周一片死寂 所有人都看着他 柳如烟脸皮也是真的厚 这么多人看着 他也能说得出口 我突然觉得早上吃得少 其实也是一种福报 最起码 现在我还没有吐出来 柳如烟还在那自顾自地说 你能给我一个机会吗 从头再来 我们原来就有婚约 我实在忍不住打断他 柳如烟 你要不要看看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正在做什么事 你就不担心 伊藤成来找你 伊藤成现在人人喊打了 我们家不需要他这样的烂火 我摇摇头 嘖嘖感慨柳如烟 巧了 我们家也不需要你这样的拉结 你是真正的烂火 你贪恋新鲜 所以才找了伊藤成 你不会不知道 他以前有多少黑料 可你选择性的无视 所以才会任由他上位 现在他出事了 你第一个抛弃他 做人 你连最基本的品质都没有 而作为他的女朋友 你也一点都不合格 我看不起你这样的拉结 离我远点 柳如烟顿时脸色苍白 被我说成这样 还故作深情 难道我就真的一点希望 都没有了吗 我笑了起来 你有竞争力吗 娱乐圈里最不缺的 都是美女 你和那些人相比 没有一点胜算 凭什么觉得我还会要你 柳如烟愣住了 没想到我说的这么直白 几博答 在你眼里 我是不是随时都能取代 不管谁做你的未婚妻 都是可以的 我摇摇头 当然不是 只有人品好 长得帅的 还有钱的 才有可能站在我的身边 只可惜 这三样你一点都不沾边 如果不是因为两家大人之间有交情 你以为凭你们柳家 也配站在我的旁边吗 我这番话 让柳如烟彻底崩溃了 没想到 他在我眼里一无是处 他当时点点头 转身离开背影 十分落寞 而我则怂怂肩 我说的都是实话 别想不开啊 柳如烟之后 再也没找过我 我也乐得清闲 一腾成跟他闹翻了 据说自杀想要逼婚 王晴云怎么能允许 他把柳如烟打包 送给了富商 至于一腾成 听说被他送进了精神病院 不过这一切都跟我没关系了 万里桃花开机 我是男配兼制作人 霍兰打去我不当男主了 只要我想 随时都是男主 只是男配这个角色 我喜欢 够复杂 够矛盾 我想挑战一下 霍兰揉揉我的脑袋没说话 开机一周 起序言来了 好一通直倒 林辽警告 我吉伯达我告诉你 这是我的心血 你要是玩砸了 我就收回所有版权 他又吓唬我 我根本不怕 但还是搂着他 笑嘻嘻说 放心 我可是影帝啊 众人看见我们这么熟人的样子 顿时有些吃惊 霍兰在一旁吃笑道人家 是清姐弟 不用太吃惊 这时大伙才知道 原来吉伯达和清威 大大是清姐弟 怪不得小说版权 能拿到呢 就连林末 也是一脸震惊 随后沉生道 我觉得这条大腿是抱对了 之后每一部戏 请都给我一个角色吧 无论是配角 还是小四都可以 演得好了 这就是我的养老保险啊 剧组的人都笑了 一向不苟言笑的林末 说起冷笑话 还真是有一首 我大手一挥 没问题 万里桃花播放那一天 我们几个主创人员的粉丝 纷纷下场 吵得全网皆知 第一天播出 数据喜人 万里桃花成为 同时间段的断层第一 我这个男配出场 戏分不多 可是演技没得说 当年金玉兰颁奖典礼 我作为最佳男配上场 给我颁奖的是 三料影帝 前辈七许 莫不敢忘 重新站在这个舞台上 想起一年以前的种种 青州已过万重山 三料影帝 三料影帝